字幕提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還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 的早晨節目 來到第三節 第三節呢 今天三節也是講蔡天鳳案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很香港 這件事很反映到香港現在的狀況 就是我們 因為香港現在不發達 香港旺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 上升軌的時候 任何事情都是 即是當一個地方 或者一個環境 或者一個人 他處於一個上升軌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 掩蓋了 大家出門給點反應 看看聽不聽到我講話 但因為現在香港不太旺的時候 這些事情都暴露出來 即是我也在節目裡講過 就是 香港 現在很九十年代 即是很多九十年代的事情 越來越出來 是不是 這樣 大家看不看也聽不聽到 即是現在是 走向了越來越九十年代的狀況 19年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說了 即是20年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了 就是 過了19年之後 就像是進入了 就等於是 如果 如果你算瘟疫 阻一阻斷它的話 那你就當 可能 即是 2022年 是 90年 即是 2023年 是 91年 類似是這樣 這樣 那時候 風風火火 但是那時候 風風火火是旺的 現在風風火火是不旺的 所以有些事情 就會 可能會 雖然是一個九十年代 但是一個 低階的九十年代 又或者是一個 肉酸的九十年代 這樣就危險了 危險要保護自己 那麼 剛才就說 剛才就說了 即是蔡天鳳 照顧他們一家 前夫一家 是整家的 買房子給老爺 照顧前夫 前夫的 前大伯 又去請他做司機 然後 還有 原來 看回消息 他嫁了給 淡仔少爺之後 嫁了給淡仔少爺之後 原來 還曾經叫淡仔少爺 即是現任老公 就投資在前夫的雞蛋仔生意幾百萬 是 全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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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下 多照顧前夫的家 好了 接著 這個 譬如我們上一節 破解一個 謎團 就是 為什麼可以抗家 這家人 可以家爺仔 和圍馬一起 傾殺人 碎屍呢 就是因為 蠢欺的正義感 蠢欺加正義感 再加 最主要就是他們沒有 沙盤推演的能力 和道德感異於常人 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尤其是這宗案 因為在台灣也很熱烈討論 台灣的網民就討論了一件事 就是 為什麼離婚之後 離婚很久 離婚相當久 離婚多久 離婚很久 都六七年前的事 這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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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歲家 是 十八歲家 16年已經嫁了給探仔 十八歲家 然後 然後 十年前 嗯 十年前嫁給他 接著結婚三年 就已經 離婚了 嗯 也就是說 是照顧了他們 整家人七年 嗯 足足照顧了他們 整家人七年 好 接著 台灣網友 最多那些台灣鄉民 最多就是討論一件事 就是說 啊 為什麼離婚還要照顧他 前夫家 還要照顧了整家 還要去到去年 還要聘請他的前大伯做司機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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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菲你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 是啊 嗯 因為 覺得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有時候 過去了 沒有什麼叫煞 那你尊重老人家 或者 怎麼只老人家 現在 不單止是老人家 整家 還要有 這個 大伯 可能有交情 覺得自己有錢 沒什麼所謂 照顧一下 有前夫 是不是 為什麼呢 他有能力做善事 為什麼呢 不是啊 但是他現在又想賣房子 是啊 他現在想撕掉 你覺得賣房子一定是想撕掉 沒有可能是 沒有可能不是投資決定 為了小朋友 這個一開始 是啊 這個就是 其實 簡單來說 就是 一件事 嗯 拖延症 拖延症 拖延 就是拖 嗯 而你們大部分人 都有這件事情 就是 你檢視一下 你的人生 你一定會有 一個壞習慣 你拖了很久 你都沒有解決 嗯 或者你總是有一些事情 其實是應該要做的 你拖了很久 我也有 我很多 我非常多 只不過就是 我有時候就是咬牙關 用一些事情逼著我 譬如關於《義務時報》 或者各樣事情 逼著我一定去處理 就是 大家都會想 一定是有些很奇情的事情 就是說 喂 是不是有痛腳啊 嗯 是不是有一些把柄在他的手上 各樣事情呢 這樣 可能啊 但是 我最主要不是這件事情 因為我見過很多這種關係 這種關係很普遍 當然他一定是因為有些連繫 家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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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小孩的 他是小孩的爺爺 他是小孩的爺爺 他是 畢竟也是我爸爸的 畢竟有這些事情 好了 一開始就是這樣 不 就是等於 我想說 你們可能如果你們幸福的話 你們家裡沒有 如果你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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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是否出門 或者是不知道是誰 可能有些聽眾都會這樣 就是 如果你們家裡有一個 如果你們家裡有一個 難倒的家人 你就會明白 嗯 嗯 就是難倒的家人 第一次問你借錢 你一定會借的 嗯 是不是 難倒的家人問你借錢 第二次你又是實借的 不要去到家人 家人你一定會借的 譬如可以兄弟姐妹 你完全沒辦法 親戚你也借的 嗯 一開始你也是會借的 這樣 那你借他 是害了他 你知道的 是 你一定知道的 是不是 他是 但是 你會覺得 唉 難道真的看著他死嗎 這樣 難道真的看著他死嗎 這樣 好了 然後你就去幫 你就去付錢 他這樣 但是轉頭 他不是去還的 他不是去還錢的 他馬上就拿去賭 他馬上就拿去賭 這樣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哎呀 下次一定不會 但是下次他來的時候 他又會有別的東西 勒索到你的 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拖 就是你放到這個層面 當然是說 哇 那當然沒有辦法 那當然沒有辦法 那 但是 就算有些很小的壞習慣 譬如 你身邊有些不好的關係 不好的關係 所謂不好的關係 就是譬如 有怨念的關係 有怨氣的關係 會互相怨的 但是 你也會 唉 算了 唉 都一起做事這麼多年 嗯 譬如有時候做事的關係 會很惡劣的 對不對 就是做事的關係 會非常惡劣的 就是我也處理過 我也處理過這種狀況 就是 做事搞到 關係非常惡劣 如果有收費台 你也可能會聽過我說 做事的關係非常惡劣 但是我最近就很妥善地處理了 我最近就很妥善 因為 其實這個是我最近的經歷 我最近的經歷就是 唉 有一些 工作的關係很惡劣 嗯 工作的關係很惡劣 那 然後 然後 那 你怎麼知道 都要一起做事的 你這麼硬的關係 是 硬的關係和惡劣 都要一起做事的 是不是 難道不一起做事嗎 那也沒有理由的 是不是 就是 感情不好 但是 你沒有說因為感情不好 就不讓別人做事 沒有說不通的 嗯 說不通的 但是 好了 那怎麼辦呢 於是兩難 不知道怎麼處理 於是就拖了 於是沒有好好地談過問題 我就是有一天 我有一天跑步 我有一天跑步 哇 真的 那天跑步 所以跑步有作用 跑步精神氣爽 那天又有一些柔和的陽光 然後想想想 為什麼不談呢 於是就談了 於是談完之後 就做了一個 雙方都覺得是 雙方都覺得是好的處理方法 又不會搞到不歡而散 嗯 又可以大家舒服 又不用大家再天天對著互相折磨 又不會影響到對方的收益 那麼收益又不會影響到 那麼 又不會做到一些有絕情的決定 又不會的 這樣就處理 那麼其實 這個決定可不可以早點做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是可以 其實是可以 其實是 就是 如果不拖的話 那個關係就沒有這麼惡劣 那麼拖了 它一糾纏 就會這樣 就會糾纏得更多 好了 譬如你放在 這個這樣的 蔡天鳳的個案 拖吧 這些 這些是一些有毒的關係 那麼 很多時候 如果你聽不明白的話 那你就會幸福了 證明你身邊沒有這些關係 但是有這些關係 其實它可以醞釀到很危險的 可以醞釀到危險得很厲害 就是因為 為什麼那件事情會變成這樣 如果大家都是有智慧的話 那件事情根本就不會變成這樣 嗯 你明白嗎 即是大家都是聰明 即是 兩個聰明人坐起來 是不會這樣的 你明白嗎 即是兩個聰明人 大家就自然 當那件事惡劣 又或者當那件事 成為一個負擔的時候 他總會有一個人有智慧 就說 我們要在這個位置停了 我們要在這個位置停了 但問題就是 大家雙方都沒有那個智慧的時候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大家都蠢人 那蠢人是怎樣 那蠢人 就像我上次所說 蠢人是危險的 嘛 就是說 你說身邊完全杜絕蠢人 沒有可能 但是你把蠢人放在身邊 有時候可能也是無可奈何 但是你不要讓他有一個糾纏和苛索的關係 你那個苛索的關係 一旦 那個苛索的關係 一旦構成了 還有蠢人的一件事 蠢人的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無恩之刑 就是我做天后二文 我覺得呢 其他事情 准不准都 都另計 無恩之刑 真的准到爆炸 就是當他沒有辦法 當他沒有辦法 就是他蠢人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特質就是 剛剛上一節就是講了 他沒有辦法沙盤推演到 他沒有辦法沙盤推演到 往後的結果 他也沒有辦法去計算前因 就是他不知道那些事情 為什麼會來到這個點 嗯 就是譬如你 阿菲照鏡這樣 看一看一看 為什麼會這樣 對啊 電源來了 就是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蠢人會想很久 你明白嗎 為什麼會這樣 什麼事 這樣 他很難想到前因 他沒有辦法想到前因的人 就是代表什麼 沒有辦法去想到前因的人 他也不會感恩 就是你會有一個想法 你會有一個想法 你這個想法就是說 喂 我對他這麼好 我照顧了他這麼久 他不會吧 他不會這麼想的 你知道嗎 嗯 一些有毒的關係 的構成呢 他必然是因為有一個人 他不是 如果我們有時候會罵 你這個混蛋 亡因負義 他不是亡因負義 他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他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他沒有辦法理解到你對他有因 因為你呢 這個就是大家關係上 那個預期的落差 你不斷地對他好 嗯 你投資了很多 啊 我現在斷絕關係 那我之前投資的那些 我對他這麼好 那些就 白白浪費了 這就是投資上最差的一個狀況了 就是輸的時候谷 贏的時候反而縮 要厲害 要贏 你要贏谷 輸縮 但是通常大家就是輸的時候谷 你已經輸了很多了 你還要谷 你已經是對他很多了 你幫了很多 然後你不斷地說 我幫他這麼多 蛤? 他難道最後會反轉豬套嗎? 他不敢的嘛 是不是? 如果他不覺得你對他有因呢? 如果他不覺得你去做這麼多事情 是一個恩情呢? 那麼他對你的觀念就完全不同了 你就覺得 當你視那個作為一個恩情的時候 或者你視那個作為一個幫助的時候 你就會不斷地累積了 你覺得我已經對他這麼好這麼好 嗯 而你對他這麼好 他一直沒有回報啊 他一直對他欺負啊 於是你就越想越生氣了 我天天都對你不錯 我天天都對你好 或者我天天都贊助你這件事情 然後我贊助你 然後你還是欺負 早晨你都不講我 你越想越生氣了 你越想越生氣了 好了 然後反過來 好了 站在他的角度 那麼 蛤? 你可能會覺得 什麼對我好呢? 我做節目你課金而已 我做節目不好聽你會課? 你經常都這麼想的 我做節目不好聽你會課? 你課當然是你覺得好聽啦 你覺得好聽 就你賺了 那你負你英分的啊 他不覺得你對他有恩的嘛 嗯 你明白嗎? 他就覺得好 英分的嘛 你所當然的嘛 實在是這樣的嘛 這樣 於是雙方的期望落差就很大了 於是你心裡的那個就越來越緊張了 關係越來越緊張了 是不是? 於是乎 去到 你拖了很久的時候 這個張力已經去到很大了 到你一切割的時候 他就覺得 他反過來說你反骨 你明白嗎? 嗯 他就反過來罵你 反過來罵你聽眾 你課金課了給我這麼多年 蛤? 你課金課了給我這麼多年 就證明你認同我做這些節目啦 我看你認同我才做而已 要不然會天天去罵政府? 蛤? 哦 你慫恿我罵政府 罵這麼多年 你現在說轉態是轉態嗎? 你這個死混蛋 要把他罵回聽眾了 哈哈 哈哈 把他罵回聽眾了 哈哈 你明白嗎? 你 你 你沒辦法的 你明白嗎? 你沒辦法理解不感恩的人 他根本就沒有感恩這個概念 他只是反過來想的 是不是? 你給他機會 他覺得我幫你這麼多 沒有我你能死 沒有我你能吃屎 沒有我你能嫁給淡仔 我不跟你離婚 你現在再結婚? 傻的 是不是這麼說? 媽媽 爸爸 當然啦 乖 乖 不是你調教他 他可以飛上枝頭 當然 我多厲害 我屌尸就行 屌尸就行 我最厲害 我調教到他現在 多好啊 當然啦 所以這個賤婦 不教訓啊 他怎麼可以 這樣 教訓他怎麼樣 教訓他死了 哈哈哈 這樣 感覺這麼深刻 哈哈哈 教訓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急 你對他這麼有恩 你對他這麼有恩 他根本就不覺得 他根本就不覺得 但是你自己很覺得 於是大家就變得很 嘍 如果你也不覺得 反而就沒什麼 你也不覺得就沒什麼 如果你也不覺得 就因為說什麼 拿樓子就拿去住 這樣 那你不會想斬腩的 嗯 但是你就是覺得 你會覺得 唉我累了 我不行了 我怨了 是不是 接著他就捱著你 又在那裡嗑索 那些 接著 接著就 哎 那你 於是乎 於是乎 於是乎那種 那個關係就變得很 毒 有毒 那這個就是 就是 有很多人就說 不明白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竟然會 照顧他們 一家照顧這麼久 第一 就當然一定是 因為那個親子關係 嗯 第二 就是 他沒有辦法 理解到這種 無恩之人 他的思維 於是乎你一直都覺得 我照顧他們 照顧他們 照顧他們 那樣 他也不會對我什麼的 他應該也信得過的 你覺得你對他好 而他會感恩 於是乎他就會信得過 這是一個很一廂情願的想法 所以 所以 嗯 唯善是需要智慧呢 這也是另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去做好東西的時候 所以 傳統智慧就跟你說 就是 私恩莫忘報 就是不想你製造那個期望的落差 你要對人好就對人好 你對人好的時候 你覺得對方要記住 或者他會記住呢 你對人的信心太大了 我不是說你有機心 就是 私恩莫忘報這句話 除了叫你做好事 不要有機心之外 就是 你不要將那個關係 變成一種對等思考 如果這樣的話 你很多事情的判斷 你會錯了 你甚至乎留了一個很危險的人 在你身邊 你也不知道 還有就是 不要拖延 如果當那個習慣 是 壞的習慣 是一個有毒的習慣 是一個 是一個 含有毒素的人際關係的習慣 盡快戒掉他 盡快撤斷他 是因為他當中 不是說你 會燒了你多少錢 燒了你多少精神 這麼簡單 最好會死的 因為 會帶來這些有毒關係的人 他多數都是蠢人 而蠢人就是危險 嗯 那你要好好地處理 這樣 對了 喂 那就 先讀一下課金吧 今天想分享的事情 關於這宗案件 我最主要是想分享一些感受 那些感受 其案其情的事情 可能在節目上再分析 但是 我真的 這些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看法 感悟 就很想借著這個題目 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這裏分享得不錯 看看大家是否感恩 感恩 感恩就會課金 695 你們是感恩的 用感恩接受 有100元 就是快點續訂PASSION PLAN POLING KL 這樣 有100元就是非常感謝大亨 帶來一節記精彩 又有資訊的事情分析 感恩 這些感恩 有100元就是 不是啊 227 我看西條和價 雖然我最愛影山幽街 馬車 168元就是 凡請叫我摘性杯 喜歡了小自己很多年的女生 應不應該追她呢 當然應該小很多年的女生 當然好 227 公祝日本女團 227 荷賴絲生日快樂 11單 大賣 永遠支持你 這樣就看小很多 是不是去到什麼 法例 是不是法例容許的呢 法例容許的女生 年齡 當然是小 年齡差 越大越好 哈哈 但是我幫你問天孝 我幫你問天孝 我幫你問 我晚點幫你問阿榮 晚點幫你問 OK 好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休息一休息 回來就看看阿菲今天說的 阿菲今天說的 阿菲今天說的煲湯 是不是 阿菲今天說的 你吃不吃飯 是啊 用那些煲湯心得的分享一下 說完大家會不會不喝的 沒有啦 就是沒有啦 好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休息一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